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包容自己的过失 那会不会一直的让自己找借口一而再的放纵 会这样 我们在讲一些心灵课程方面 包括所谓的心灵成长事事等外里面一样都会有提到 我们要包容我们自己的过往的一些过失 包容我们自己的不圆满的地方 但是这种包容它不是一种放纵 一般人一般人那种包容很容易形成放纵 找理由找借口然后一再放纵 但我们所讲的就是要所谓的包容我们的过失 那是要包括该盗去你发道歉 该弥补你要弥补啊 很多人是一直活在过去的罪恶世界里面 把它会出来 然后他的心就一直在那里纠缠 生命就会逐渐稳缩 现在要鼓励大家要怎么样 包容我们自己的过往的过失 那这个包容并不是说变成 那这样就一直放纵 不是这样的 这个包容就是我们要过去会犯错有过去的因缘 我们愿意去承担 愿意去负责 该道歉我没有道歉 不脱逃 好 那就这样把过去的这些表结 然后我们也包容原谅我们过去的不知 过去的过失 好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新的观念新的心态开始 所以这种包容它是跟过去做一些妥善处理 也不要责备自己的生命 我们从过去的错失里面 错误里面我们去检讨改进 是要这样的 好 但是一般人不容易 他一提到这个包容 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放纵 而不是说真正那种敢做敢当敢如此去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跳到另一边去放纵 所以一下子要真正要检讨改进 这不太容易 这不太容易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要如何找到平衡点呢 是要这样 好 当我们在找理由来放纵的时候 你也清楚知道我在找理由来找借口 找理由来自我放纵 因为你一下子要不找理由 这个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一样会找理由要来放纵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在这个过程 你也要清楚的知道 我在找理由来放纵 你敢让自己放纵 你这个过程要知道 我在找理由来放纵 好 你如果我们在设法要自欺欺人 这时候呢 我们也清楚知道 我现在在自欺欺人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因为你要一下子说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过失 然后一下子都要检好改进好 然后不再犯错 这是不容易 那这次的过程呢 咦 我们一样 就是要敢如是其言对 我在会 知道我在会 我在找理由 明明不是别人的 真正的错 但是我在怪罪别人 我在找理由推陷 好 我们心心 我们自己要清楚 再会就知道 再会 这才是敢如是面对自己 明明真的丑 不要假的美 一般人的问题是 明明找理由 放纵自己 然后又不承认 然后明明找理由来欺骗自己去欺骗别人 也不承认 不以为了 那这才是问题的 然后继续欺骗自己 然后表例上 好像都很好 但是呢 确实不敢 面对 丑陋的自己 所以他就不能够继续欺骗自己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能够 如实面对自己 在这个过程 一下子要做到 刚事远这种 信念世界 信念彼此 不容易 所以 我们这个就是 容许自己 也有这种 放纵的过程 但是 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在找理由 在放纵 我在找理由 在欺骗自己 我在找理由 在欺骗别人 我在会 我知道我在会 好 当你敢如此面对自己 这时候呢 你混一段期间之后 混一段期间之后 你就不好意思了 你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 要敢接受 就像 你那个任性 要调皮 要任性 如果你一下子 你就是严格禁止他 不让他去做 他要爆发力 反弹力会很强 那你就 容许他这样的 进退的过程 但是 我们心里 要清楚知道 如果你过这样的话 他一段期间之后 他就会不好意思 就比如我们之前 有播放一些短片 让大家看过 让大家看到 有个慈善团体 接受 收容 一些叛逆有问题的人 问题的小孩 到他这个单位 那这个小孩子呢 过去有偷窃的习惯 过去有偷窃的习惯 所以 当他进入到这个共生家园的时候 他一样 会偷窃的习惯 这个 这个大家庭的 爸爸妈妈 知道这个小孩子 会偷窃 所以 一样 会 告诉这个小孩子 谁知道你在偷窃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他 他的良心 也会 发现 也会 觉醒 所以 你不要 严格去追究他 然后他的良心 会觉醒 所以他会 改进 他会改进 所以 你也 包容他 会有这个偷窃的过程 那他也知道 他会有偷窃的过程 但是 你用爱心来 包容他 但这个包容不是放重 然后他在 偷窃体制的过程之中 他会 逐渐地 觉醒过来 他们 那个 共生家的人 他们对待那些吸毒的人 也是这样 对待那些吸毒的人也是这样 知道他过去的吸毒的记录 好 进入他们就共生家人之后 当然 希望他们能够 不要吸毒 但是 知道 他们还会 思想偷偷在吸毒 好 我知道 你还在吸毒 但 我让你知道 你还在吸毒 好 包容他 而不是说 就 把他 送 送 罚 审判 严格成 惩罚 不是这样 爱 也就是放重 包容 包容 用爱 来包容他 然后 让当事人 知道 自己在放重 自己在欺骗自己 别人是用爱在包容 不是离爱 所以我们这种小孩子 从叛逆 从偷窃 从 吸毒的情况 他逐渐 逐渐 就 觉醒过来 OK